近日,中国又下水了一艘4000根怪船,面积超3500平方米,外星是三角形,此怪船已经曝光之后,美专家惊叹道,这简直是新的伟大发明,哪中国究竟这次制造的是那一艘怪船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欢迎观看本期节目,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美期的精彩节目了。 最近新闻报道了,中国的科研人员又研制出了一种巨型的海上浮动式充电宝,这个充电宝的学名叫做海上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目前建着一艘名叫南昆号的充电宝,它的面积达到了3500平米,重量达到了4000吨,它在海上每天能够发出2、4万度电,也就是说它的攻略式达到了兆瓦级,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台兆瓦级的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这一台充电宝一天发出的电足够满足咱们3500户老百姓家庭的正常使用。 南昆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赵瓦级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于2023年6月14日下水,它的工作员利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发电不用自己努力,全靠浪。 所谓的全靠浪,实际上就是利用波浪来进行发电,我们知道,自然界蕴藏着许多天然的能量可以利用,进行发电,比如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等发电,这些发电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污染,可再生,可持续。 南昆号利用波浪能发电也具备这一特点,而且发电能力极大,南昆号采用三边形,整体呈现等边三角形,并且采用半前船船体,也就是有一大部分船体是在水面之下,这样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海浪的冲击来发电,而且采用三角形,可以在360度范围内几乎无死角地接受各个地方冲击而来的海浪。 做到吸收和利用波浪动能的最大化,南昆号重量超过6000吨,平面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约等于7个篮球场的大小,在满负荷的条件下,每天利用波浪能的峰值发电量约2.4万度,可以满足35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要知道,我国三峡大坝是世界上发电量最大的水电站,一年发电量最大于1100亿度,而南昆号一天发电量为2.4万度。 假如有一万多台南昆号,那发电量直逼三峡大坝,这种波浪能发电设备和太阳能一样可以被称之为无限能量,它能够将波浪的动能和势能转换成电能。 如果说是在内陆地区,这些波浪能的作用可能很小,但是到了南海地区就不一样了,海洋中波浪的大小取决于风速和风吹过海面的持续时间,而在海洋中最不缺的就是大风了。 一场实际大风就能产生12米甚至是15米的波浪,这些波浪产生的动能和势能也是巨大的,一旦转换成电能将足够数千人使用,不过在这之前我国的技术还不够先进, 研发出来的波浪能发电设备的功率只有百千瓦级,不但成本高昂获得收益也很小,现在则不同,南昆号已经达到了兆瓦级,有人会了,在没有波浪的环境下,南昆号会不会空转做无用功呢? 事实上,这一点并不存在,南昆号虽然不是船,但它可以如同船一样前往波浪大的海域,可以说,哪里有波浪哪里就有它,它不用被动地等待波浪, 而是主动地去找波浪,不过要说南海没有浪,那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就算没有风也会有浪,大家不要担心, 比如每天地球自转和日月引力带来的大海形变,海底地震也会引起海浪, 我们的地球70%都是海洋,每天内海洋中的地震都比陆地平凡,打气压力变化带来的气流变化也是海浪的一大来源, 洋流和海水密度分布不均等内外力都会引起海浪,不单单是有风才有浪,所以不存在它空转的情况, 具备移动能力的南昆号,不但不会出现空转的情况,还会在单位时间内做到利用波浪能的最大化, 那么所发电的电量也接近最大化,南昆号如此复杂的设计和巨大的发电量, 到底为谁服务,南昆号虽然发电量巨大,但是造价不菲,虽然官方尚未公布造价, 但是南昆号属于特种船只,而横向对比2022年招标的南昆号起重船,造价25亿元人民币计算, 同为特种船只且排水量巨大的南昆号,造价也不会低于数十亿元人民币,甚至更高, 因为它可是新研发出来,带有特殊性质的海上平台,同等造价,足够造数做风力发电设施, 太阳能发电站等同类型清洁能源,发电量比它还大, 那何必还要花费大力气建造南昆号,它到底为谁服务呢? 实际上,南昆号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灵活性上, 南昆号最让人称道的地方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利用波浪能这种清洁可在生能源进行发电,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自由移动航行, 作为一个海上移动电站,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海上充电宝, 而且是利用波浪能无限供电, 说到这里,大家也基本猜到了南昆号的用途, 没错,它可以为海上岛礁尤其是我国的南海诸岛礁提供能源供电支持, 用一句话形容,南昆号只是我国能源转型的右翼代表作, 它只是开端,要知道,地球上70%的面积都是海洋, 随着海水波浪的潮起潮落,其中蕴含的能量难以计数, 十级的风量就能掀起12米的海浪, 常见的六七级风力,也可以使得波浪高度超过5米, 再波浪起伏见,蕴含着巨大的动能, 根据科学家统计,全球的波浪能总计达700亿千万, 其中可利用的波浪能超过20亿千万, 我国周围海域蕴含的波浪能达1.5亿千万, 可谓储量丰富,而且由于南昆号是可移动的, 而全球大部分海域属于公海, 也就是说,南昆号和其后续更先进的型号, 可以自由地航行在公海上, 去获取这些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的波浪能, 这对我国能源转型, 提高我国能源多元化和安全性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南昆号的出现, 对未来我国在远海进行工程建设, 人道主义救援甚至是远洋军事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堪称大国重器, 而这一次南昆号之类的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出现, 这样能够攻击岛礁的使用, 这单台赵瓦级的发电装置如果不满足使用的话, 我们可以大量地建造类似的装置, 来满足岛礁上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总体上来看, 阴影成本那是远比核电发电装置要低的, 而在热烈天气的影响的时候, 或者是一旦遭遇到战事波及的时候, 这些装置还可以注水沉到水中进行一定的保障, 这样整体的安全性也比海上漂浮和电站是要高得多得多的, 但即便是如此对于我国的战略意义也极大, 只要在南海的驻岛都能够配备上这种设备了, 那么用电问题就能解决, 而有了足够的电, 除了能够为那些武器提供足够的能源之外, 还能够进行海洋观测、海水淡化、深海养殖等商业活动, 有了这些商业活动, 那南海驻岛上的烟火气也会变得越来越浓, 一个个的小岛都成了有人居住的岛屿就在, 也不用怕其他国家在这些岛屿上搞事情了, 当然目前摆在面前的还有一个成本和体型问题, 目前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太成熟, 首台照瓦级的发电设备可是花了不少的钱, 只有等到以后技术成熟了成本下降了才能做到大面积铺设, 在体型上也同样是个大问题, 这发电站的体积可能都超越一些小岛了, 要想更进一步还得实现小型化才行, 如果未来我国南海诸岛能逐渐配置上照瓦级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 这直接就能解决南海诸岛的发电问题, 还是安全无污染的设备, 只要有了稳定充足的电就可以进行海洋观测, 海水淡化和水处理, 海上至青, 深海养殖等海洋应用, 更重要的是, 这有助于我们守护南海诸岛为武器装置, 机场设置提供电力, 还能让南海诸岛变身临时补给站, 我国南海远离大陆, 面积比较小, 不适合修建跑道, 或者跑道不够长, 在附近如果配置南困号, 南困号可以为岛礁居民或者军用设施供电, 如果南困号发电功率能够显著提高的话, 甚至可以在小型岛礁上布置电磁弹射器, 即便是短跑道, 也能让重型飞机起飞, 这就相当于把小型岛礁当成固定航母使用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南海诸岛其实就像是南海上的不动航母, 而南困号正是这些航母的心脏, 我国还有天津号和天困号等重型自航脚溪船, 可以垂田造岛, 扩大岛礁的涌路面积, 在这里修建机场, 虽然这些重型自航脚溪船和南困号并非是武器, 但它们配合起来, 却为我国国防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定义,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